姓名慕容仙 年龄20岁 身材90 颜值90 精品原装车 看车功能还在 太好了 没想到这小仙女竟然还是辆原装车 确实不错 由于宿主过度的刷钱返现 严重影响了全球的金融秩序 系统决定暂时收回返现功能 并且清空宿主的这段时间的返现所得 什么情况 这特末是要老子一招回到解放前的意思吗 是 也不是 是 也不是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系统仍会给宿主提供部分功能 并且系统会启用新的功能和随机任务 完成任务之后 可以获得随机奖励 那我的女人们呢 她们怎么样了 奉劝宿主一句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为了让宿主更快成长 宿主之前的所有女人 系统都进行了记忆清楚 往后能否再续前缘 就看你们之间的缘分了 文尼玛 系统 你真是太不了脸了 钱没了 还把老子的女人也搞没了 这漫漫长夜 我该怎么度过呀 哎呦 你们 我尼玛 全副身家加起来 只剩两万多块了 这在中海特吗 连个房租都交不起 这是要老子睡大街的节奏吗 喂 到你结账了 你是没带钱吗 站在这里这么久 没钱的话赶紧让开 给后面的顾客先结账 不好意思 我刚才走神了 我带钱了的 一共多少钱 一共是九十六那元 这 这是一百元大钞 对呀 有什么问题吗 这先生是不是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故意在我面前展示实力 不然怎么可能拿价值一百元的聚钞副涨 这可是大银行或者大集团 甚至国家之间交换资金才会用到的超级聚钞啊 卧槽 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元金库钞吗 错不了 在龙国谁敢仿制百元聚钞 怕是法外狂徒张三也没这个胆子 真是活久见 拿百元聚钞来超市购物 确定不是来买超市的吗 一百元可是等于一千亿那元 收购整个中海购物广场都绰绰有余 一个小小的超市算得了什么 呼叫保安 全超市的保安立马给本小姐集合 护送一位先生离开 美女 这什么情况 我只是简简单单买个东西而已 怎么还招呼上保安了呢 我们也是简简单单卖个东西而已 先生不必惊慌 为了您的安全 还是让我们来保护您吧 尊贵的先生 您怎么能随便拿出一百元聚钞招招摇过世呢 您是不知道这社会底层的险恶啊 一百元而已 又不是一百亿 这有什么稀奇的 对于您这样尊贵的人物来说 一百元可能确实很常见 但在我们普通人的眼中 这怕是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什么意思 这只是一百块而已 先生 一元钱可是等于一千毫元 等于一百万微元 等于十亿那元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不要说是一百元现金了 就算是一元钱 也值得他们听上姓名 铤而走险了 系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宿主 这便是系统解锁的新功能 整个世界的物价已经贬值了十亿倍 而宿主自身的财产则不受贬值影响 这么说 我的两万多存款 换算呈现如今的物价水平 岂不是价值二十多万亿拿元 是的 没错 难怪他们会对这一百块反应这么强烈 原来一百块的价值这么大 我就知道 系统还是爱我的 虽然我只剩两万多块 但是 我依然是那个站在巅峰的男人 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慕容仙 慕容集团老板是我父亲 刚才我是在体验收银元的人生 没想到像您这样的超级富豪 也会在这里体验人生啊 姓名慕容仙 年龄二十岁 身材九十 颜值九十 精品原装车 看这功能还在 太好了 没想到 这小仙女 竟然还是辆原装车 确实不错 你好 我叫十三 并不是什么富豪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而已 十三先生 您还真是入戏 怪不得年纪轻轻 就拥有如此巨额财富 还有什么 小仙女 你这房子 看起来很好华呀 多少钱买的 这是我父亲送我的毕业礼物 好像花了差不多四分钱吧 四分钱 我尼玛 过去五毛钱 只能买一个小包子 现在可以买个十几套豪宅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房子装修确实是挺豪华的 就是空调好像不是很给力 太热了 我尼玛 你这一拖 热的就是老子了 十三先生 千万不要误会 我是因为见到您太兴奋了 所以身体才会发热 我平时是很保守的 没事没事 我都懂的 要不是系统识别 你是原装新车 我还真不信你是个保守的女孩 随机任务 请宿主前往中海大酒店 参加面具晚会 完成之后可获得奖励 又要开始努力的奋斗了 对了 十三先生 您这是要去哪里 我们直接送您过去吧 我准备去参加个面具晚会 慕容小姐有兴趣的话 不妨一起过去玩玩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玩了 正愁找不到机会 跟十三先生在深入接触接触 这么好的机会 我可爱把握住才行 谢谢 不过 那个慕容小姐 你可以坐过去一点点吗 我这有点紧 不好意思 十三先生 是我一时失态了 这十三先生 不单单长得英俊 财富更是惊人 还如此的体贴温柔 简直是我的梦中勤劳 十三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女 哈哈 哈哈 哈哈哈